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汽车的市场价是透明的 大家都能看到 然而豪车从国外进口到国内的差价 规定大家都清楚 在国内贵得要死的豪车 在国外可能只是白菜价 那么进口的豪车到底有多坑呢 小编告诉你 有些豪车的差价可以买一套房子了 说起进口车的差价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关税 其实关税只是进口车差价组成的一部分 另外还有消费税 增值税 购置税 银行收取的对外贸易手续费 国内运输费和经销商抽取的中间费用 售价越贵的进口车 到了国内的差价也就更大 比如德国进口的宝马X6 国外售价48万 国内的价格176万 差价128万 而顶级豪车宾利欧陆GT 在美国的售价190万 到了国内标价高达520万 300多万的差价 可不就是能在二三线城市买套房子了吗 而且为什么进口豪车 在国内相比国外价格高得离谱 还有那么多人买呢 正所谓土豪的世界你不懂 在有钱人看来 几百万根本不算什么 豪车一开出去 那就是身份和实力的象征 越是贵的东西 带来的优越感和面子就越大 因此 即使知道这中间有不小的差价 土豪们依然选择买进口豪车 这就是豪车的魅力 不是有句话说的 宁愿坐在宝马上哭 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吗 朋友们 你们知道了进口豪车 在国内外令人砸舌的差价之后 还会考虑它吗 一起来留言讨论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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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